2023年 八五花已经在内鱼封光了十几年 兜兜转转十几年过去 内鱼依旧是八五花轮番绽放的状态 其他小花真的抢不了一点风头 在这娱乐圈的大舞台上 明星们的命运总是让人津津乐道 近来八五花的格局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刘诗诗的强势回归 赵丽颖杨幂的问局八五花TOP 都显示出他们的事业在继续向前发展 然而唐燕的尴尬处境和杨颖滋会虔诚的种种迹象 也让人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了疑虑 刘诗诗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的佼佼者 他的演技和形象一直备受好评 近期刘诗诗的强势回归再次证明了他在娱乐圈的地位 他选择了一系列高质量的作品 凭借出色的表现重新夺回了大众的心 这种强势回归不仅让他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也让八五花的格局更加丰富多彩 然而八五花蛋中也有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比如唐燕 曾经的巅峰时期 唐燕凭借甜美的外貌和不俗的演技成为焦点 但近年来他的作品和形象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 这让他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观众对他的关注度下降 事业发展似乎也受到了一些阻碍 而关于杨颖进来的一些迹象也让人感到担忧 尽管他在之前凭借一些作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但最近一系列的言行似乎让他的形象受到了负面影响 自毁虔诚的种种迹象 让人不禁思考他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个艺人的公众形象往往直接关系到其事业的长远发展 而杨颖近期的种种表现似乎给他的虔诚蒙上了一层阴影 赵丽颖和杨幂一直是八五花的领军人物 他们的人气和知名度一直居高不下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还是商业价值的发挥 他们都保持着强势的地位 在这个八五花格局中 他们的存在让整个娱乐圈都更加充满活力 他们的稳居top的状态也为其他演员树立了榜样 但近期一部电影和这两位八五花的名字一直稳居热搜 从来没有电影像这样上过热搜 导演和主演早就确定 女儿由谁来演始终没有官宣 而这竟导致两位顶流女演员的名字轮番在热搜上轰炸 将原龙前几日开拍 这部由陈克新导演张子怡主演的电影在刚立项时 就让很多影迷期待 在此之前有消息称杨幂和赵丽颖将出演次片 但到底谁是女儿却微有定论 因此杨幂女儿赵丽颖女儿都不时出现在热搜上 双方粉丝各自控屏互相拉踩 将原龙还发布了一条最新声明 称角色至今仍在搭配组合中 等到阵容起整后再向大家官宣 把五花自带的关注度与大岛的班底 都让人好奇这个女儿到底会花落谁家 粉丝较劲路人围观 江原龙这个机会怎么就这么重要 其实早在2022年 江原龙就已获得大量关注 当时有媒体报道 陈克新创立了泛亚洲制片公司 将为泛亚洲网络观众提供聚集 这意味着作品的尺度将不再受到审查限制 因此影迷们很是期待 江原龙杀夫案正是陈克新公司开发的网剧 也是最引人瞩目的项目 时隔一年 陈克新还是选择在大陆制作发行 江原龙从一开始的电视剧也编成了电影 其中原由我们无从得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是一个好资源 大导指导 影后主演是其一 更关键的是 江原龙剧情非常精彩 有不少网友都觉得 这是可以重奖的作品 或许业内的看法与观众一致 从今年开始 杨幂和赵丽颖就分别传出 江参演江原龙 5月相传杨幂参演 9月传闻赵丽颖参演 但双方都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10月张子怡离婚后 江原龙再次被网友提起 热搜上杨幂 赵丽颖 女儿 江原龙开始以排列组合的形式不断出现 话题杨幂 赵丽颖 江原龙阅读量高达1.21 12月4号 杨幂大愤称杨幂确认出演江原龙 随后杨幂女儿登上热搜 把好该大愤观看杨幂出席典礼的视频 判断她与新爽导演聊天 并且说着 我准备进那个江原龙 可是第二天 事情就出现了反转 12月9号 有寡主声称江原龙的女儿为赵丽颖 杨幂指示客串 赵丽颖女儿 杨幂客串双双登上热搜 前者更是到了榜首的位置 与此同时 先前的杨幂大愤和杨幂工作室 都被粉丝骂上了热搜 同天晚上 杨幂对接向粉丝确认客串为假消息 这个反转程度 很多选一篇都望尘莫及 事实上 《原型世界》里女性角色寥寥 除了詹舟室外 能让人记起的只有拼头来洗 以及一两个为詹舟室名不平的女作家 无论是哪个 都可以预见其戏份不会太多 但在戏外 一连串的热搜却抢足了风头 阵仗大到都可以再拍一部 名叫谁是女儿的电影 《魔幻程度》可见一斑 路人对此十分不解 一个配角而已 又不是女主 为何如此安安较劲 或许杨幂和赵丽颖 都太需要一部好电影了 近两年 赵丽颖在电视剧发力 正具幸福到万家 与风吹半下口碑都不错 但还是没能获得主流奖项的认可 三次陪跑白玉兰后 赵丽颖称会继续跑 而电影领域她鲜又奢足 最近的电影还是2018年上映的西游记女儿国 杨幂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 说想做一个人民艺术女演员 但饱受诟病的演技 与截二连三的偶像剧表明 她已经与自己的心愿渐行渐远 今年5月管轩离开嘉行后的第三天 杨幂就发微博称角色大于一切 范围该位角色让位 11月又称2024作品相见 似乎下定决心明年要一雪前耻 目前她的代播作品有电视剧《哈尔滨1944》 和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前者由大明王朝1566的导演张黎指导 班底不俗 后者搭档于谦 田宇 戏剧和犯罪的标签很让人提起兴趣 但同时这类电影也是烂片的重灾区 杨幂能否逆转口碑还一切未知 两位转型之路都道足且长 困局之下 将袁龙这样一部上乘的女人戏更显难得 实际上把五花现在都到了该转型的时候 但谁都没能真正成功 反而似乎集体陷入了困境 刘诗诗一念观山播出一来风波不断 接受采访时 她被问到如果用一朵花形容饰演的角色任如意 会是什么花 刘诗诗回答 她的角色不是一朵花 而是一棵坚韧的树 可是剧中对女主说的台词却是 女人是一朵花 男人是一棵树 粉丝指责剧方此举矮花女主 刘诗诗也发微博 疑似反击与内涵 唐嫣这几年参加综艺较多 映视剧方面存在感不高 出演的剧版繁花 日前终于定档 矛盾文学奖作品配上王家卫 调阻了观众胃口 不过从预告片来看 能否体现原作的精髓 需要打个问号 杨颖疑似阴谋风波 社交平台被禁言 不知何时才能恢复 但其实在禁言之前 她的资源就已大幅下降 2020年出演摩天大楼时 有路人表示 看见AB就没兴趣了 编剧直接回复 没事 她上来就是一个尸体 今年播出的暮色新约 和成员都扑得毫无水花 2.8万与3.7万的观看人数 对比热播剧十分逊色 刘亦菲电影和电视剧资源都不少 但没有奖项 始终令其难以飞升 把五花不像同辈的青衣那样 有足够傍身的演技 也不像后辈们 有年轻就是一切的资本 同时经历过电视黄金时代 和网络流量时代的八五花 如今颓势已显 内于大环境下 女演员的困境 从来不止存在于八五花 在近些年的影视剧中 也可以窥见一二 好剧本基本围绕着男人展开 女演员就算演技精湛 也多是当作陪衬 年龄少大一些 要么在千篇一律的偶像剧里打转 要么给更年轻的演员当妈 八四年出生的海陆 在七十吉祥里 试验杨超越的母亲 总观现在的年轻女演员 能独挡一面的屈指可数 九龄花国民度不如前辈 流量不如后辈 在夹缝中求生存 丽沁在偶像剧和年代剧里横跳 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实力作品 杨子业务能力过关 但偶像剧角色同质化过于严重 内扎与热巴相比于演员的身份 更多的活跃在红毯和美招里 吴景云长甜爱有包剧 但热播不等于经典 两人后劲不足 也显得先前的爆款昙花一现 12月11日 星光大赏升典在澳门举办 迪丽热巴造型相关话题数次登上热搜 而九五花呢 他们与流量和饭圈一同成长 美貌和实力常常仅粉丝可见 难以说服粉圈爱的大众 再加上努力经营社交平台 小失殆尽的神秘感 也让人分不清他们到底是爱豆 网红还是演员 欲罢五花人均一部白月光角色不同 九零花和九五花还没有足够重量级的作品 演技也不被认可 白露长月记名中最不发力的韩式演技法 把台词换成戏巴毫不违和 赵露丝和周也演起年代剧五官乱飞 贡献了不少表情包 炫秀出身的杨超越 则在暑期的七十吉祥中 被指演技太木 台词太差 劝退路人 按照此趋势 年轻女演员到了近四十岁的年纪时 能否有资格整抢大倒的配角都不好说 在将圆弄得纷纷扰扰中 有人感叹巴五花的际遇 有人厌倦了吴修指的热搜 不过无论外界怎样喧嚣 张子怡的女主地位从没有人质疑 毕竟三金影后的实力就是质量保证 而这也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 流量只是泡沫 作品和演技才是作为演员的底气 也期待更多将圆弄般的好剧本出现 让等待机会的女演员们不必孤注一掷 在娱乐圈的竞争中 只有不断进去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每一位明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亮眼之处 关键在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持续吸引观众的关注 娱乐圈是一个编幻摸测的地方 一夜之间 一段言行可能就会影响一个明星的整体形象 而在八五花的格局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 我们期待每位明星都能在未来的事业道路上 越走越远 创造出更多令人瞩目的作品 为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的表演 每个人都能在未来的能力